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我是林超語 好 今天首先呢 要謝謝啊 這個旋天本草呢 支持我們的飛碟空中藝賣會 旋天本草提供的精彩龜高早安元氣組呢 已經全數藝賣完畢了 謝謝我們聽眾朋友的熱情支持 好 這一次的藝賣所得呢 旋天本草呢 會全數捐給財產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我們明天要藝賣的商品是 加特福生計提供的加特福GTF奶粉愛心組兩盒裝 歡迎大家繼續的來熱情支持啊 好 接下來呢 今天的這個飛碟午餐呢 我們要首先從 美國召開的線上民主峰會12月9號到10號登場 我們現在要先從這個話題談起啊 非常罕見的 中國跟俄羅斯的駐美國的大使 中國大使秦剛和俄羅斯大使呢 安東諾夫 他們發表 他好新的 對他們發表這個聯合的庶民文章 這個很罕見了啊 批評這個民主峰會呢 是自行決定誰不是民主國家 是典型的冷戰思維 呼籲呢 停止在價值觀外交的旗號下挑動 隔閣和對立 其實其實話講有點有些有些蹊蹺 第一個是我覺得中俄駐美大使與其發表這個聯名署名的文章 與其說他們對美國不滿而不是告訴美國說中俄在這條這件事情上是站在同一個戰線上的 對就是他這個做法把這個中俄兩個好像拉得更親近了啊 兩個大使的這個聯合庶民文章登在美國的國家利益雜誌網站這這很罕見了 National interest本來就是比較保守的 但無論如何兩個大使聯名很罕見了 然後第二個是他批評美國價值觀外交 其實民主峰會有兩個不同的這個方向各不一樣的目的 一個是強調價值觀的外交或是價值觀的重要性對民主的重要性 另一個是強調說民主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等等的這個幫助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可以分開來討論的 不見得是一定要混在一起的 那麼有學者就說這個民主甚至跟這個價值觀是息息相關 可是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就不見得一定是呈現這個等號或是正關正向的關係 但問題是他這樣他這樣子邀他這樣子邀其實就是在搞圈圈嘛 所以他就是在搞這個集團對抗誰管他的內涵呢 有當然我覺得我覺得就就一就國際性的影響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看到這個形式上面他所代表的意義 對他實質的這個東西我覺得大概只有學界比較在乎吧 我覺得可是如果說今天拜登在這個會上一處處強調這個民主在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 對於這個這個比如說這個反腐的貢獻 很多國家尤其是這個峰會所要針對訴求這些中型或是新興比較新的民主國家來說 他會看到說你這個美國帶頭講這個話好像不切實際 因為但他強調的就是這個對可是因為他他標記出來的題目不就是這些嗎 對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強調這個美國在跟美國在制度上跟共產主義或是這個極權統治國家有確實不同的地方的話 反而會爭取到一些更多的支持 不過美國很尷尬啦因為他們自己在就是現在就是說到到後期好一點 他們初期的時候的防疫呢也是一塌糊塗 對沒錯對 那他也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一開始的時候在有關於面對新冠疫情的治理上面呢 中國大陸呢反而他的這個強勢的這個強勢的應對這個疫情成績還還不錯嘛 那現在是因為大家都受到這個新的Omicron已經不知道說接下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對 所以這是美國他很尷尬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是說因為美國自己內部呢分裂的實在太嚴重了啊 所以說使得美國在強調他的民主制度的優越性的時候呢 呃包括他的國會被攻攻進去啊 然後現在國內呢為了這個那個的議題呢分裂的如此的厲害 這都使得他在強調民主價值的時候被被削弱了啊 所以這是美國尷尬的地方可是他不這樣子講 好像他不這樣講好像又不足以在這 呃和中國的對抗的情勢之下呢 去凸顯他們這個集團的特殊性 但是因為他邀請的人裡面也不完全都是民主國家 所以他其實呃在邀請的時候他他針對的還是在他區域政治 區域國際關係裡面對他有利的有利的國家去爭取他們的來 對來加入他的團團夥 對所以這尤其是新加坡沒有被列入這個名沒有被列入名單是大家覺得很好奇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是空白呢還是刻意的那麼呃我看了一下找了一下資料 其實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他在去年去年的時候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講過說用比較嚴重的這個字眼來形容說這個民主峰會事實上呢是一個這個要大家排好隊這個像排頭看齊一個冷戰的風格的會議 他說呢這個他不覺得這樣的做法是有用的這話這個在去年拜登還沒有上台可是他已經確定是當選總統的時候說的話其實是其實對美國來說我想是澆一盆冷水 可是對拜登來說他這個他就想要開民主他認為民主制度是優於共產制度或是民主制度可以帶來許多共產制度帶沒有辦法帶來的風險沒有辦法帶來的優點的時候 他這話已經講了很久他從2016年就開不2019年就2019年就開始就開始講這件事情了 那個李顯龍的談話的背景是怎麼樣他為什麼這麼早就他為什麼這麼早就看穿看穿看穿這件事呢 他有沒有看穿我不知道可是他是在去年11月的17號那時候那個Bloomberg就是那個線上的財經媒體 他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個這個經濟高峰會的論壇 辦了一個論壇然後邀請李顯龍就去訪問李顯龍在辦公室裡面跟李顯龍在辦公室裡面做視訊的這個對談的時候提到這個事情 然後呢Bloomberg的這個主要訪談的是他們總編輯他就問到說這個拜登呢最近這個談到一個這個民主國家的聯盟 他說呢這個會把這些像你啊像印度啊像印尼啊像日本啊像南韓的領導人都邀集起來 他說你覺得這樣的一個這個組織架構會會可以做些做些什麼事情 那李顯龍就說呢他說我們都當然都希望跟這個美國合作啦 我們當然希望呢跟這個跟其他的所有的這個世界上發達繁榮的經濟體合作啊 他們我們也希望能夠跟這個跟在在這個區域 亞太地區或印太地區的這個國家國家這個合作 但是呢我不覺得有很多國家會加入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這個想要這個把某些某些人排除的一個聯盟合作 那麼這很明顯要排除的對象就是中國 他說不止新加坡也不止也不止亞洲國家 我我覺得我認為甚至甚至在歐洲也有很多國家他想要跟這個中國做生意 比如說歐洲現在正在跟這現在正在談就是當時正在跟中國團一個談一個這個投資貿易投資協定 就當那個後來那個協定因為其他的因素被搞搞搞砸了 我們知道這個協定好不容易談成了哈 然後因為他還要國會批准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新疆的問題啊 中國大陸就是歐洲國家呢去制裁這個中國然後中國呢反制裁 然後這些議員當然就被制裁的議員當然就不可能讓他過 所以現在還在擱置中對然後隱形容接著就說他說這個事情 這個情況是很容易明白的而且他覺得是一個好事 就是說我們希望呢每一個人呢這個加入這個加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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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度的聯盟 都能夠自由討論然後去調整好事是什麼意思 好事就是說下面他要講的就是說能夠自由討論能夠這個這個 這個調討論出怎麼樣調整自己國家的做法去改變這個世界去 改變這個世界的秩序啊那麼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呢就可以邀請更多人來參加這個聯盟 他們會互相的合作會嘗試的找出共同的這個調整的誘因 可是呢要大家排好隊那個這個戰隊像排頭看齊這樣的做法是忍戰時代的風格 我不覺得這樣子做法會成功 他說這是cold war style 他就說由美國來領導這件事情就不見得會成功 為什麼新加坡對這種事情都會那麼的緊急 我覺得新加坡有一個有一個原因他在很多時候他第一個他當然不願意得罪中國大陸 第二個是他也不願意這個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寧願看著這個 東協的這個表面上的這個巨頭印尼出頭做做做做做老大他也不願意自己出來做老大 嗯所以但是他但是他呃他講得很明白哈他說新加坡 will not be 啊 we're not join the president elected 就那時候拜登才剛當選嘛啊他的這種cold war style 的這個聯盟啦去對抗中國 那他這樣子不會得罪拜登嗎 會啊可是也就是他為什麼不在乎得罪拜登就不知道 嗯因為事實上這個新加坡在東協裡面跟這個美國的關係是很接近的啊 有看到美看到美國的呃不管是副總統啊或什麼他們到這個東南亞去的話呢一定會到呃新加坡啊 對而且新加坡跟美國有一些金軍事上的合作 新加坡的港口是美國可以我美國的軍艦可以是靠港去補給的地方 嗯對美國的這個軍機也可以提這個飛到新加坡的機場去補給等等等等 所以他們是有一些軍事合作的嗯 因為新加坡每年都會跟美國或是有機會的時候去跟美國呃去這個參加美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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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演習 嗯這是另外一個優點 然後呢這個我才看到一個在2013年的時候李顯龍接受這個華盛頓郵報的訪問的時候說 他說你要如何他就被問到一個問題就說新加坡的這個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對於如何跟全世界兩大經濟合作的政策是什麼 這兩大經濟行當然就是指中國跟美國了李顯龍李顯龍講的就很好笑就很有意思 他說我們要既要吃也要拿 而且還有跟這兩個國家都保持友好的關係 嗯嗯嗯嗯對 可是可是就很難對啊 嗯對就很難 嗯然後呃他他在裡面他原本他是期望就是說其實華府華盛頓這邊可以作為呃西方跟北京之間的 一種嗯就是交往啦齁是可以來來誰要這樣但是顯然就是因為那時候2013年2013年那時候還是歐巴馬的時候 對呃其實情況還沒有太太糟糕是嗯然後呢可是呢他後來提到說在呃中美兩國呃或者說呃對中美兩國比較不容易在新的政府和解有一個因素是因為前任的政府就川普政府嗯 teve 帶給他們這太多的這個這個這個障礙川普政府在在執政的後期這這這2013年已經是川普了沒有2013年不是川普 那他說我2016年才是川普對我們的地步 結果對那他這邊講到是指川普的時代嗯就是為什麼為什麼因為川普留下來太多政策上的障礙 他在2013年的訪問怎麼會去談到川普中他沒有他後來這邊就不是對 后面的就是之后的是蓬勃的访问 然后他就川普时代留下来太多政策上的障碍 去阻止他这个阻止 就算拜登有心也不见得有力去改变这个政策 去跟中国政府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或妥协 他说比如说关税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说你现在要改变川普时代定下来 跟中国大陆征收贸易关税政策 一般人是不会懂的那个关税中间的这些技巧的 他觉得说你本来给中国政府加了关税 那他的货品难以进到美国很好啊 那你现在要解除他的关税 没有人没有他说很少有政府会干冒这种大这种风险 去冒然或是急速的解除前任政府设下关税障碍 好另外就是有智库也对于这次的民主峰会 提出了他们的他们的观点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一篇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写的文章 他就讲说这个这个他说如果说今天民主峰会呢 这个继续强调这个经济上的表现跟地缘政治上的考虑的话 这不会达到达到太大的太多的效果的 他说最主要原因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是民主政治 第一个就是他要分清楚一个国家的内部 政府的政治制度跟他的对外政策 并不必然有这个相有联系的关系 一个像共产国家像像这个中国大陆 他的对外政策其实是很务实的 其实是这个很有弹性的 也不见得也不是以纯粹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这个外交这个外交政策 那么意义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已经不像过去的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外这个中国大陆 毛泽东当年还想过要输出共产革命到全世界 现在习近平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 他有这个野心要输出输出这个共产政府共产制度到全世界 而且很多国家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是可以分开来的 俄国也是一样 俄国看是这个用骇客来攻击美国的政府 破坏美国选举或偷卸美国的机密 可是俄国在很多情形很多情况之下 他也是很务实的可以跟民主国家打交道 只要他能够符合他的国家利益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然后如果说这个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今天拜登的这个民主峰会呢 一直在一直在强调民主峰会呢 这个在这个经济表现上可以多强 或在反贪反腐方面可以多强 而不去讨论民主制度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治理上为什么他不会有像极权国家 或是共产国家比较比较有效率 这个看在这个民主峰会最主要的这个听众 就是中型的这个比较新的民主国家的这个耳朵里面 他们一定会怀疑说你为什么不去讨论民主国家 如何改善治理的治理的效率的问题呢 这才是他们国家所担心的问题 但最但是民主制度最麻烦的就是在于他没有效率 是对所以他就比较难 而且他的他的没有效率是故意的 因为他不要让你这么的 因为当你很多的这个决策 如果行政部门拥有太大的权力 一切都可以很快速的推动的话 他里面恐怕就会有一些贪腐的问题会产生 没有讨论或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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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就会有 就会有独裁的问题 对对对 好我们再讲一点点啊 即将在12月9号到10号 由美国总统拜登所主持的民主峰会 事实上我觉得他拉了拜登拉了这个圈子 然后才开这个会议看起来声势很大 但是他实际上能够造成的影响性 其实很有限 是啊是啊没错 对就是他没有 对啊这是他这个最大的问题 他有些内部这个民主这件事情的 这个天生的障碍或天生的缺点 他就在那里嘛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开了这个会之后 然后这些被你邀来的国家 然后以后我们就跟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中后呢不相往来 我觉得拜登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常常 他人在活在他这个他熟悉的世界里面 就是冷战时代的世界 他在第一次我记得他在第一次讲 还是在去年的时候 讲到这个他要举行 如果他当了总统 他要举行民主峰会的时候 他说呢就就像当年这个他跟 他跟欧巴马在这个 共同跟俄国举行核武会谈 一样这样一个峰会的这个做法 就是说对啊 所以他举了个例子 差很多吧 就就很奇怪啊 他就是差很多吧 这个是 就差很多吧 这个是中 这个是美俄之间的核武峰会 跟这个大规模 是 拜拜式的这个 他就他就是举 这个差别很大 他就举这个例子出来 然后他很多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峰会也是当年 当时冷战时代标准的示威 就像李显龙讲他就是邀请我的这个 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同一个同一个制度 同一个价值观的伙伴来去去对抗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 好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谈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啊 他这篇文章呢 是谈到说当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的时候 一些中型的国家 他的力量呢 特别他指的是一些所谓的中型的独裁国家 他的威胁对于世界和区域的威胁呢 就开始增加了 是他这个文章里面讲 李文章里面事实上不只提到拜登政府 甚至从这个川普政府时代 就是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 讲好听点 或者说讲难听就减少对世界事务的这个 干预 那么造成一些国家是 就是说有更多的中型的 比较倾向独裁的国家 或是这就是不民主的国家 他们的力量做大了 比如说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伊朗巴基斯坦 白俄罗斯古巴 沙奥地阿拉伯这些国家呢 在最近几年都有纷纷 有这个这个介入 他的周边国家的事务 或是发展自己的核物 或是这个侵害人权的 这些这些这些措施啊 然后呢 当然这个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或是这些国家的这个政治的 政治的情况 他们也有时候也不见得是 完全能够自主的 比如说白俄罗斯总统 就是依靠 就是依靠普丁为 靠山后盾 他这个 他他他他他愿意做傀儡 这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巴基斯坦呢 这个靠的靠的后面靠山呢 是是是中国大陆 比如说这两个例子 然后呢这个这个有些国家呢 这个他做这些事情 独裁者做这些事情是因为 他真的有他的国家安全的考考虑啊 那么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土耳其 他说呢 他希望能够在叙利亚 他跟叙利亚中间呢 建立一道缓冲区 他的缓冲区的目标就是 阻挡克克德族人 对他的这个这个威胁 那么当然你会说 库德族人 为什么会对他 对他是威胁 那当然是因为伊多安 这个这个自己的政策导致 二端对 巴基斯坦呢 是担心印度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 跟这个阿富汗和好 这是一个问题 埃及呢 这个就是 这个他希望呢 这个能够介入利比亚的事物 然后他希望 他避免他在 他跟利比亚边界 有一些纷争发生 那这是这个 最常见的这个 这个这些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然这个国家安全的 也会也同时可以是 这些这个这些独裁者 在内部国家内部 国家内部政治 不受了不受到欢迎的时候 在外面这个这个 这个宣传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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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然后以此就以外 这个借由外力来这个 这个彰显他在国 或彰显他在内部事务上 这个可以这个擦脂抹粉的一个问题 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们有个人的失利 那么这个有个人失利 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军火啦 或者冲突啦 达到他们这个谋 替自己荷包谋取利益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独裁国家 在这种情况之下 独裁国家有一个很 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会互相互相这个 互相取暖 他们会互相这个互相帮助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这个古巴呢 就就跟这个 就古巴跟这个伊朗 其实天高皇帝远 这个根本没什么关系 可是他们都帮忙 愿意帮忙 伟内内拉的领导 独立的强人 度过难关 这是一个这个纯粹 你可以说是纯粹的是 这个兄弟之情 或是这个我帮你 你帮我 有一天的时候 我有一天我有难的时候 也可以帮你 他们对象都是因为美国吧 对 这当然是 对 他们有难也是因为美国 美国有难 那基地权这个 因为美国对他们施加制裁 是 那基地权这个文章呢 最后讲到说 其实你如果细细 仔细观察这些独裁国家 其实他们最后付出的代价 会比他们所收获得来得多 就是他们这个 可是呢 这些国家 大概一十三刻 也不容易改变 那么他这个 他说这个世界呢 会如果美国能够更介入 或者更积极参与 这个积极参与这个世界事务的话 这个世界呢 会比较 看起来会是比较安全一点的世界 可是不会啊 这个从这个过去的例子看起来 这个美国 你看他在阿富汗搞了二十年 结果还不是一样 是 可是他至少有二十年的 有在那边停留了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基本上也是一个 就是说如果从经济学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基本上也是好事 他批评 对他批评是那个结果 是啊 没错啊 这有点 这有点这个 这有点 这有点难啊 你这个要怎么样 你要长期去介入这些国家吗 而且就说像比如说 川普那个时候不是一直要推翻那个委内瑞拉的政府 对 结果搞得 他一开始的时候 对一开始的时候呢 哇声音讲得很大声 结果根本就 连个虎头蛇尾都 都谈不上 连虎头都没有 对啊 这个人现在在哪啊 他在外面吧 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这人就说 那个委内瑞拉 要把呃 现在的当政者推翻的那个候选人现在跑哪去了 根本都搞不清楚啊 好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有关于呃 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关于呃 核武的 核武方面的这个问题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是 今天今天今天剑报的 台北时间今天剑报的报道 他讲说 呃 呃其实呢 这个这个呃 高超音速飞弹 或是我们翻成极音速飞弹啊 这件事情呢 让美国的心生警惕 那么美国前一阵子呢 比比较起来 美国国防部呢 前一阵子公布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呃 中国大陆到2030年 会有一千枚左右的核弹头 这件事情呢 还比不上 他严重性跟 还比不上这个极音速飞弹 这件事情 那么很多人都说 极音速飞弹 如果真的如美国所预 所宣称的这个这么厉害 或是 或是真美国 或是这个中国大陆 能够在呃 这个近期就能够部署 成功的部署这个飞弹 那么东升西降 可能就会演 就会就会成真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这个 这件事情呢 对于这个中美两国的核武问题 有几个有几个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说 呃 美国的参谋所长联益会议主席 一个副主席 他前一阵子在电 接受访问的是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搞这个极音速飞弹 不是为了要改变他这个 不首先使用核弹的这个立场的话 那么还是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 就没有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让他搞这个极音速飞弹 他一定就是要这个改变 他第一级的立场 那第二个事情是 中国大陆在从1964年以来 就四射核弹成功以来 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 呃 最低限度核武 原因有几个 第一原因至少两个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没有钱 没有太多钱 国家财富不不不不足以支撑 这个大规模搞核弹 第二个是呢 这个 保持最低限度的核武威胁 代表说你在美国跟 美国的这个核威胁国家 或核威胁敌人的名单上 不会摆在最前面 因为你的核武是有限的 你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反击能力是有限的 那么造成伤害是比较小的 所以所以你会把 你不会被美国视为 是主要的核武威胁国家 那你现在要一下 增加这么多核弹的威胁 就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那么你会不会变成 美国这个核武名单上 首要的威胁 第三个 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这个新文章说 美国那现在呢 比较比较急的 或是比较想要 跟中国这个 就这个 这个核武的问题 以及最终呢 就这个军武 或是军控的问题 展开这个系列的 建制性的对话 可是拜登政府呢 这个做法比较谨慎 他认为首先 第一步是要这个 这个 要预防 双方因为意外 而产生的核武 核武战争 核武冲突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然后再后来 后面再慢慢的建制化 把这两只双方的对谈 对话呢 改变成一个建制化的 这个核武对谈 最最后才谈到军控的问题 会 为什么 就是他就是谈嘛 那为什么建立一个制度化的谈判 美国要这么的谨慎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一直都不愿意 跟中 跟这个美国谈 这个核武的问题 不管是就中国大陆本身的核武问题 核武的能力 就正好正好这次习近平 正好这次习近平已经就是同意了 好吧 我们双方可以开始来谈的 那美国在怕什么 这就是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 他们也举了一个原因 就是说 拜登在这件事 在这国防部要求 在这核武能力提升这件事情上面 一向一直是很小心 很小心的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这是这个有 有可能是为了国防部 为了这个要增加预算 而夸大了这个核武威胁的 那国防部一直都是这样啊 是啊 那任何国家都这样 这个跟你 这跟你要不要 这跟你要不要跟中国建立起 这个建制化的谈判 是两回事啊 对啊 没错啊 对啊 他就提出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好奇怪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大陆过去这个态度 一直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冷淡的 对啊 所以我不是讲了吗 习近平现在愿意谈了 那你就让他建制化啊 他愿意谈了 这个他也没有说 他也没有答应说 什么时候谈 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去谈啊 对啊 那就去谈 那去建制啊 所以这个跟 这个跟纽约时报讲的说 嗯 美国希望跟中国谈 但是不急着建制化 这两个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出于你的主动 就是说我主动 我希望能够谈 并且能把这个建制化 比如而且建制化的谈判 你也 他的核武力量 就是摆在那里啦 而且你也很难 事实上 你很难透过你的谈判 然后去真正的了解 就是说 他是不是改变 他的核武战略 呃 放弃他的最低线物 拥有核武 他会不会改采 呃 就是第一级等等这个东西 那就都要谈了之后 是啊 谈了都还不见得能够知道 更何况 你为什么要不急着去建制 不太理解 不知道他的这个决策上面的 不知道 还有些什么样的 他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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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说 这个这个过程会是非常涌长 非常长的 那过程一定涌长的啊 甚至要到拜登的第二任期 他才会 如果拜登有第二任期的话 哈哈 好我们要继续来谈美国的核武部署 核武战略 是呃 这个过去呢 这个中国大陆不愿意跟美国谈核武的事情 呃 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美国呢 一直强调说 他今天在在过去啊 这一强调说他今天在亚太地区 或是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部署这个 飞弹防御网 那么目标主要目的呢 是这个为了防御北韩的核武的发展 那这看之言之成理的这个言之成理的理由呢 听在中国大陆的耳朵里面呢 却是半信半疑 也许有部分的原因是真的是要防御美国 北韩的核武 可是呢 真正的真正的最后真正的敌人 也许是中国大陆 或是北京发展的核武 那么尤其是到了现在呢 这个到现在呢 这个那中国大陆呢 呃 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建设 或是这个增强他核武的力量 也许是就是看到说 今天美国在亚太地区或是印太地区 飞弹防御网已经更加扩张 嗯 明白的不见得是完全针对北韩而来的 包括台湾在内 他也要开始建立到这个这个飞弹防御网 那这也许是这个 呃 这也是中国大陆 这个积极建设核武的一个原因 台湾有吗 台湾没有建设核武啊 可是台湾有建设 替美国建设 是美国飞弹防御网的一一环是确定的 嗯 对 就包括我们的这个 就像他什么爱国者飞弹什么这些 对对对 他叫我们这个前日不是国安部编的一大堆预算 买这个美国的呃 这个这个鱼叉啦 鱼叉对 就是美国的飞弹防御网的一部分 是 如果各个负各个部分负担任务不同而已 嗯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美国其实对于中国发展 极因素飞弹事实上也是非常担心的 有一个最主要一个数一个数据啊 是美就是美国国防美国参谋所长人议会议的副主席 前阵在电子上他在电子上接受访问奖 他说中国大陆的中国军方已经为了这个 呃极因素飞弹呢 展做了几百次的测试 可是呢 美国到目前为止只做了九次 这个这个这个数字就是差别是非常大 但他们我 但有没有美国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研究 或者其他测试呢 呃去做这些事情呢 我们不得而知 或者他是不是又是一种夸大威胁 然后争取预算做法 我们也不得而知 嗯哼 是 但是就说美国在这个 美国现在呢 呃非常的强调啊 中国在这个基因素飞弹的发展上面 带给美国的威胁感 是 但美国自己也在也在发展啊 是 俄罗斯也在发展啊 俄罗斯 俄罗斯还可以说是这个极因素飞弹的敌主 嗯 就是他当初这个这个烙的跪球 地球轨道烙一圈那个做法是俄国人先提出来的 嗯嗯嗯 不过这个后来俄罗斯因为是有因为这预算太庞大而且那时候那时候的技术能力还有还有点还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所以我就放弃了可是这样这个想法一直存在在这个各国的这个武器研发人员老大里面 是美国也在想要想要改良 那个美国是说呢他们呃试射而且这个距离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是也差不多了 距离差不多几十公里 嗯而且他就算没有命中目标他打极了就是他打极他期待的核弹 他打极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啊所以就是所以那个就算你你目标差了二三十公里三四十公里也也也一点都不重要的 是不过我们对美国有信心 我对啊美国应该能力上面是很强的不怕现在一直不断的这个其实有点就是在高调的渲染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能力啦 是是然后呢这个那美国现在正在开发另外一种武器 那么理论上呢是这个替美国自己的极英素飞弹呢去做这个部署 就是他他希望能够在地球轨道上空部署500颗卫星500枚卫星 那么希望从这个敌人的这个发射飞弹极英素飞弹开始到最后的间侦测都能够侦测到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500500枚卫星是一个另外一个超级大计划 原来原来现在已经非常拥挤的这个地球轨道都就已经就会这个非常的更更形拥挤 他呃在那个弄500枚的卫星他说从发射的时候他就可以侦测 他希望能够做到这个事情但是他就在发射的时候就给予他摧毁 来不及就呃理论上是最好因为还没有到达5倍因素以上 极英素飞弹他难就是因为他说在低轨道上面呃对因为行进嘛对 所以就比较难侦测嘛那你如果在他一开始发射的时候对你就能够侦测到他来得及来不及摧毁他 呃理论上是做得到可是是技术上到底有没有要多久时间就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极英素飞弹到了到了一定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他会释放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滑翔的飞弹滑翔的飞行体 然后这个飞行体会从高空落下到地球轨道第一轨道然后再再朝着目标前进 而且他是他是他控制的是敌人侦测不到因为他没有动力他就是中国大陆会设定一个既有的路径去去去这个防御或是阻止这个这个飞弹的这个更难被侦测到 因素他如果没有卫星的话他就他就是注定要要这个敌人他目标目标就注定会被摧毁 嗯嗯嗯嗯所以所以这个乌麦本卫星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 对 所以他们现在是怎么样 嗯现在就是说这个说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是这个情况呢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的那他们访问 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的那我们我们希望呢这个呃呃呃希望能够跟这个呃中国大陆人谈说什么不需要能够这个尽量找出能够推摧毁或是阻止这件事情的做法 对啊那你美国为什么那你美国也一直在发展呃呃是对不对这就是这就是呃这发就是武器啊就是发展这些呃武器上面恐怖平衡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希望别人不要发展但你自己也一直在发展那别人因为知道你要在发展所以我也会发展哈哈哈他这个恐怖平衡是一个是一个循环好好呃我们最后讲一点啊就经济学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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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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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多學生到國外 尤其是民主國家去這個念書 受到這個民主國家文化的影響 他們將來這個有機會 能夠改變中國大陸的這個文化啦等等等等 所以這些這個留學生的多寡 一直是這個西方國家非常重視的一個數字 對但是那個過去這些年來 他們並沒有並沒有阻止啊 他們沒有阻止啊中國大陸沒有阻止啊 是美國美國從去年還是前開始不發給他們簽證了 是沒錯那所以這些所以這個數字 跟中國大陸在這些教育政策上的做法 一直是西方國家很重視的一個數字就是 然後最近最近幾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一定這個留學生出國這件事情 一定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可是基金學生這篇文章說 那這個影響呢 事實上不如大家事先所預測的這麼這麼嚴重啊 他說2019年的時候呢 這個有70萬的中國留學生在就在海外讀書 然後呢 然後呢這個中間呢有37萬的學生在美國念書 就在美國念書 然後是中國大陸在美國留學生呢 是占全世界在美國留學生的三分之一 就一三個人裡面就是中國大陸來的 但是呢到2020年的時候就去年的時候呢 減少的幅度是減少了15% 比大比這個比這個大家預測來的來的低一點 所以沒有沒有這麼嚴重 然後呢而且這15%呢都都全部都是新生 就是新新要去註冊新生而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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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生呢 而且這個這個隨著疫情的慢慢慢慢的趨緩 中國大陸在這個美國的留學生呢又回來又慢慢慢慢回溫呢 然後呢 對啊然後呢 然後呢這個澳洲情況也也比較也比較好一點 澳洲是因為他看守國門的這個這個也比較嚴密 所以受到影響比較大 英國的表現最好 英國從過去過去幾年一直是吸收中國大陸學生的一個這個這個獲利最多的國家 然後呢這個在2020年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到英國去念這個大學的學生呢 反而增加了30% 反而增加了30% 然後今年呢又增加到又增加了17% 英國是表現最好的 因此全球來看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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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並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不過有一點影響就是中國學生呢 比現在更比較希望能夠在亞洲的國家去這個大學念書 因為畢竟他們在這一段期間 在西方國家受到比較多的歧視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認為這個這個中國是這個這個這個 COVID-19的源頭啦 然後呢都是這個都怪罪他們 所以他們受到歧視的影響 這是所以他們讓他們選擇亞洲國家念書 是這人數是是是是增加的 另外一方面就像你剛才說的 中國大陸在這一段期間呢 雖然跟西方國家交惡 可是他並沒有阻止這個留學生這個去國外念書 中國大陸甚至有一段時間停發護照給一般人 可是沒有停發護照給出申請出國留學的學生 護照是照發的 而且這個中國在跟這個美國交涉裡面呢 就是要他們發放這個簽證給 已經取得入學資格的這個留學生 是他們的交涉事項中重要的一環嗎 沒錯沒錯 我覺得西方要更要注意的就是不只是說 大陸有多少留學生出去讀書 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多少人回來嘛 百分之八十 對嘛所以說這個就是 當他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回到中國的時候呢 它代表了兩個意義 一個就是說因為市場在中國大陸 第二個就是 就業市場在中國大陸 對對對市場在中國大陸嘛 第二個就是說他們並不像早年 我想早年能夠出去的人 很多人大概都留在他們留學的這個國家 那這個對於西方想要 那現在西方想要的是什麼呢 是希望他們留在這個當地的國家 還是希望他們回去 然後在西方國家學到這些民主思想 去改變中國大陸呢 我看如果說是後者的話 他們恐怕會有點失望吧 是啊 對不對 就這件事情就想到了 我想到當年如果前學生沒有被這個歧視的話 他也許今天改變世界的這個幾因素飛彈 就是美國首先發展出來的 可能更早一點 對啊 好非常謝謝林少宇 謝謝拜拜